有一本書叫做《重生的書店》 我覺得那本書其實讀了很讓人感動 你發現在大家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最需要的其實反而不是食物 而是心靈的滿足跟安慰 所以我想開書店 然後我也希望書店裡面的每一本書 都可以成為人的一個陪伴 是閱讀就像那一般 很像在談戀愛 然後像我睡前很喜歡準備很多本書 然後在想說我今天要讀哪一本 然後我這時候就覺得自己很像皇帝在選妃 就今天要指哪一個牌呢 這樣 我覺得那感覺還滿過癮的 就是你有很多選擇 然後讓你進入不同的世界 因為我覺得進入一個閱讀的情境 沒有中斷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紙本閱讀跟劍子閱讀 它只是在於你閱讀習慣的不同 對 其實是一樣都是閱讀 我很喜歡它的書籤 還有它的畫重點 而且它很酷的是 它畫重點的地方比方說我畫十個重點 我可以直接在第三頁發現 我畫重點的文字它已經幫我跳出來了 我覺得這很好 就是它方便你快速去經營當時看那本書的很多經過 我喜歡這個 因為它的顏色輕輕柔柔的 然後跟青鳥的顏色色系是不是非常搭 那它的木紋跟閱讀的感覺是非常的match 就像在書櫃裡面看到文字書一樣 其實青鳥書店一直想要推廣就是多元閱讀 我一直覺得書本是工具 閱讀器也是工具 那講座是工具 全部都是工具 它重點都是在傳遞思想本身 人的價值為主 所有的工具要怎麼樣去運用 都掌握在人的本身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邀請你與我們展開閱讀冒險 從Muink開始拓展你的閱讀世界